嗨大家好,又是我,小蟲 因为我平常看的电影 并不是每一部我都有时间单独做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个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我9月看过的每一部电影 不管是院线电影还是旧片 每一部电影我都尽量用简短的句子跟大家分享 分享的顺序是按照我观赏日期的前后 9月我首先看了拉斯冯提尔的《在黑暗中漫舞》 这是我第二次看这部电影 必欲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表演真的是惊为天人 但是,电影有一些地方我并不是太喜欢 详细的心得我在《重弄西米路Podcast》第8集有更深入的讨论 就不多讲了 我知道这部电影对很多人来说是心中的神作 拜托不要编我 再来我看了《藏匿处》 一部台湾的犯罪悬疑电影 这部电影的剧本本身而言 我觉得还行 有一些意外的转折 但或许是因为导演是新导演 演员也是新演员 无论是对白上或是演员的表演上 有些地方真的有一点尴尬 表演真的太不自然了 电影中有很多对白真的不像是日常生活平常会讲的话 导演在调度上也有很多地方偏深色 感觉有很多地方可以再更好 然后我到电影院看了月初在电影院上映的 骑士劳斯基的经典之作《机遇之歌》的数位修复 这部电影的结构真的很有趣 男主角在月台追赶火车的时候 三个不同的选择 让他擦出了三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体现了那种一个微不足道的抉择 就能带来巨大的影响的蝴蝶效应 虽然有些关于当时共产党跟反动分子的情节 是需要花一些力气才能完全了解 但我还是依然看得很享受 也很感慨 无论做什么选择 都会有缺失或是遗憾 然后我看了《北方人》 这部电影为什么没有在电影院上映 这是女巫和灯塔的导演的最新作品 也是我今年看过最震撼的电影之一 用毫不手软 生猛粗暴 又带着一点神秘学的方式 讲述这个违京人的复仇的传说 据说这是最写实的描绘 违京人真实样貌的电影 有许多画面真的是绝美 没有在大荧幕看真的太可惜 这部电影我也有在Podcast第八集讨论 接着我去看了《听见新希望》 这部是去年坎城影展的主竞赛电影之一 关于摩洛哥当地保守的文化里面 一个老师教一群学生唱嘻哈的故事 电影中提到了很多关于嘻哈污名化 以及嘻哈被伊斯兰文化抵制等主题 许多电影中出现的嘻哈歌曲都很好听 那群饰演学生的年轻演员们 真的都很自然 很活泼 每个人都很有个性 整部电影充满能量 但我觉得在题材上 可以再挖掘深入多一点 一些人物的转折或层次不够明显 让整部电影的后座力没有想象中强 然后我看了2019年的韩国电影《智润希》 一个缓缓淡淡的故事 虽然故事平淡 没有刻意的高潮叠起 但充满愚韵和感慨 真的很喜欢 一对韩国母女来到日本 女儿说是要在大学开学之前 和妈妈旅行 但其实是要间接让妈妈找到她年轻时 交往过的前女友 数十年前 两个女人没有结果的爱情 错过半辈子的遗憾和深情 看似有点通俗剧的剧情 但编导不刻意烂情 捕捉到角色内心细微的情感 或许女儿的男朋友的角色 有一点太功能性 但整体起来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我看了《门》 这是今年4月的时候上映的超现实恐怖电影 由人造意识的导演指导 这部电影在国外引发了极度两极的评价 在我看来 有些隐喻和符号有点太明显 关于性别霸权这件事情 概念有点被简单化 但真的很难不佩服编导的创意 和氛围的营造 摄影的画面绝美 画面中出现了很多显眼到 有点不太真实的色彩 加上诡异的配乐 让整部电影很像一个变调 扭曲的童话 像梦魇般的迷幻 又同时脆弱 然后最后电影的10分钟 Oh my god 看过的人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虽然有缺点 但我依旧非常喜欢 然后我看了《当女孩恋爱时》 这可能是我这个月 数一数二最爱的电影 电影捕捉三个女高中生 彼此的寻常生活中 面对爱情和性爱的未知和好奇 三个年轻的演员好像演戏经验都不多 但每个人的演技除了自然之外 彼此互动起来也真的像是三个认识非常久的老朋友 每个人的个性鲜明 展现出面对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不同的看待方式 电影的风格躁动 捕捉到青春时的无畏和执着 但同时也描绘了在这个转大人的阶段 他们内心的彷徨 以及找不到自己在团体中定位的恐慌 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 目前已经在我年录的十大片单里面 这不是今年芬兰奥斯卡外语片的代表 请大家真的不要错过 感慨我看了《躲贝的爱情绘本》 这是创作出鲁鲁米漫画的作者 《躲贝扬生》的传记电影 我其实没有很熟鲁鲁米的漫画 但因为从小我的家里床头就摆着鲁鲁米的玩偶 所以很好奇这个作者的创作历程 因此这部电影我并不是觉得不好看 而是和期待的不太一样 电影并没有太聚焦在躲贝的创作历程 电影其实是关于更成熟 更深沉的主题 描绘躲贝在二战战后 在当别人小三 以及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之间 各种情感关系的周旋 并探索自己和别人的情感 电影的故事流畅 演员表现亮眼 偶尔觉得电影可以再稍微紧凑一点 故事有时候会觉得稍微没有重心 当然也希望这样有名的作家 故事能对他的生命 以及作品之间的连结有多一点的描绘 然后我看了《暗黑电话》 这部电影我其实没有太多想说的 因为对我来说过目即望 没有什么太讨厌的点 但也没有什么地方特别出色 电影的故事有些创意的想法 但没有完全发挥出潜力 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 伊森霍克难得演反派 有几幕真的有让我紧张到 但故事真的没有什么 真的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转折 或人物的描写 9月13号 最后一位还在世的法国新浪潮大师 上鲁高达在瑞士选择安乐斯 这对许多影迷包括我自己来说 是一件冲击又感慨的事情 于是我重看了一次高达的首部长片 《断了气》 这是一部在影史中有着重要地位的电影 但五年前我第一次看完之后 一知半解 不懂好的地方在哪边 但这次重看一遍之后 我真的能说 我就算没有完全看懂《断了气》 但我真的喜欢上了这部电影 《断了气》 跳脱了传统的电影叙事形态 就算男主角被全程警察通系 依然能逍遥从容的闲话家常 高达从看似无关紧要的片段中 拼凑出无意义的意义 电影并不是要说一个完整的故事 而是要捕捉一种潇洒的氛围 关于这部电影 能讨论的东西太多了 这里根本讲不完 但我在Instagram上面有发一篇 《断了气》的贴文 有比较深入的分享我的想法 欢迎大家去看 然后我看了《童话世界》的试片 这是一部即将上映的台湾电影 关于补教老师性侵女学生的故事 老实说其实可以再更好 我觉得剧本没有发挥出故事主题的潜力 人物上可以再更雕琢 两个时间线的护文 以及角色内心的拉扯 挣扎可以再更明显一点 但对我来说 《童话世界》在议题上的重要性 远过于电影本身 编导是法律背景出身 在电影中深入讨论法律 如何从保护被害者 在被操弄下变成庇护加害者的武器 以及在判决间难以衡量的灰色地带 在这方面的讨论 的确可圈可点 甚至引人深省 但整体上 电影的成熟度还有进步的空间 然后我看了《凯文怎么了》 这是一部2011年的电影 由Tilda Swinton跟Ariza Miller主演 关于一个母亲 与自己有精神状况的儿子 之间充满冲突 以及不解的相处过程 她要在儿子犯下滔天大罪之后 这个母亲要怎么面对 自己分崩离析的人生 电影并没有做太多 社会性的问题的讨论 没有那种 哦 是这个社会 这个制度底下 才会逼疯这种人 这种大主题的讨论 而是在聚焦这个母亲的心理状态 电影没有特别偏袒哪一方 或哪个主角 而是用冰冷的方式 诠释这整个过程 两个演员的表现 真的都非常精彩 剧情简单 剪辑却充满创意 一部令人不寒而栗的电影 这部电影我们在我的podcast 《虫动西迷路》的第九集 有更深入的讨论 就不多赘述了 然后我看了 然后我们跳了舞 这是一部2019年 瑞典和乔治亚合拍的电影 关于一个跳乔治亚民俗舞蹈的男舞者 乔治亚民俗舞蹈强调的是 阳刚和大气 但这个男主角却不断被教练骂说 他的舞姿过于阴柔 直到一位新加入舞团的男舞者 他符合了教练和民俗舞 期待的所有的雄性形象 这位新舞者和男主角之间 开始彼此有了竞争的关系 但后来两个人之间 却开始有了不可告人的情愫 在乔治亚这样相对保守的文化里面 同性恋是完全不能被传统接受的 电影用男主角的阴柔 和被期待展现的阳刚形成对比 因为性象带来的同侪的排斥和歧视 让故事更有戏剧张力 两个男主演之间的情愫 真的诠释得太好了 两个人第一次发生关系的那场戏 是我看过的所有男同志电影中 最浪漫 最让人脸红心跳的片段之一 虽然剧情走向好猜 前半段的铺陈有一点太久 但依然是蛮动人的 最后一段舞出自我的舞蹈 真的太精彩 然后我看了物港 这是一部1938年的法国片 是法国诗意写实主义的电影代表作 诗意写实的电影 通常聚焦在社会底层 或是边缘的人物 但用浪漫化的悲情诗意 来包装整个故事 物港也是这样 一个落魄的逃兵 在大物弥漫的夜晚里面 逃到一个海滨小镇 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女子 奈莉 两个人认识彼此之后 认为终于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看到希望的曙光 但等着他们的却一样是悲惨的命运 会到85年前的电影 有些人物的行为和动机 现在看起来有点不太合理 但我真的是迷上了电影中 浓烈又哀愁的忧伤 还有抵不过宿命 在无望的世界边缘 注定将幻灭的悲剧虐恋 看电影的时候 我知道电影中的那种被美化的悲情 是不真实的 是过度被浪漫化的 甚至可以说 是未复心词强说愁 但有时候被美化的悲情 反而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然后我看了海边与昭日的骗子们 这部电影没有在院线上映 只有上串流 这是日本辅导中央电视台 50周年的纪念电影 关于一个女子来拯救一个 对她而言意义重大 但即将停止营业的电影院 整体来说我觉得还不错 有几个蛮有感触的片段 让人想起新天堂乐园 相信很多爱电影的人 看这部电影都会有所动容 但其实我有点看见这种 歌颂电影有多伟大的电影 电影里一直强调 电影有治愈人心的力量 但对我来说 这部电影在剧情上 有点太理所当然 有些拉扯或挣扎 太轻易的被解决 情感处理的也有点表面 我并没有不喜欢这部电影 只是看到很多人 给这部电影很高的评价 期待有点太高 有点小失望 然后我看了《易马车》 这是一部1939年的西部片 这是开创西部片 黄金年代的经典电影 现在来看 有些描绘印第安人的形象 有点政治不正确 但是在角色塑造上 还有一些动作场面 依然让80几年后的观众叹为观止 把不同阶层的人 放进同一个马车里面 个性鲜明的人物 阶级和道德的高度 悄悄不断在改变 每个人的性格迥异 生命经验的不同 光是谈话间就擦出无穷的火花 道义有道 所有人之间 高尚与卑贱开始模糊 那段阿帕奇追逐片段 摄影 分镜 剪辑 真的屌打一堆现代电影 在没有电脑特效的年代 这些演员都是真的冒着生命危险特技演出 80几年前拍的追车战 比现在好多的电影都还要精彩 那个商人在电影里面说 应该要让一个商人当美国总统才对 先生 真的不要乱讲话 受高雄电影节的邀请 我抢先看了今年电影节中 疯狂世界单元中的电影 兄弟没狗不应该 直接开门见山的跟大家报告 兄弟没狗不应该 绝对不是一部所有人都会喜欢的电影 电影的第一场戏 是两个笨蛋兄弟主角 在考狗大便来吃 没错 就是大便 如果这种无闹低俗的幽默 你完全笑不出来 那我建议你可以跳过这部电影 但如果你跟我一样 看到这段的时候疯狂大笑 笑到不行 那或许你可以进场去试试诞 这部电影真的是我今年看过的罪恶 最挑衅 这部电影到底在干嘛 看这个电影有点像是 一个喝醉酒的朋友 连续跟你讲了一连串的 低俗耳烂的地狱梗笑话 但你边听的同时 却发出充满罪恶感的笑声 从吃屎 到玩呕吐物 到邪教 到人受教 还有一些东西 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这里说出来 不然YouTube会把我频道疯傻 电影像是在所有伦理道德上 撒一泡尿 不断挑战观众的底线 如果你有对到频率的话 可能会觉得超好笑 但如果你没有对到频率的话 可能会当场吓晕或气死在电影院里面 然后我看了雅典娜 还记得我刚刚说 北方人是我今年看到最震撼的电影之一吗 因为刚才那段影片的录音 是我在看雅典娜之前录的 先上线的Netflix电影 雅典娜 真的是我今年看过最最最震撼的电影 关于法国郊区大规模的警民冲突 还有暴动中被卷进的各种人物 从电影一开始的一进到底 我就已经被惊艳到不行 大规模的调度和场面 呈现多方不同的视角 又不忘记深刻的人物描写 绝对是我今年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这部电影我有特别做成一部影片 如果想听更详细的心得 可以过去看看 然后我看了热情如火 这是一部1959年的美国喜剧 是我第一次看Billy Wilder指导的作品 也是我第一次看玛丽莲梦露演的电影 这部电影真的超风超闹 超荒谬超好笑 甚至有时候还意外的很紧张 叙述两个乐手 意外目睹一创枪杀案 而被迫逃亡 男扮女装进入一个女子乐团 其中一个人喜欢上了 有玛丽莲梦露演的歌手 另外一个竟然被一个老富翁看伤 其实电影中有很多酷儿 或是性别性向流动的暗示 武林末的电影就敢挑战这种主题 剧情随着两个人加入女子乐团 来到迈阿密海边之后 故事真的超展开 两个人除了要在不同人面前 扮演成不同性别身份之外 更因为各种突发状况 不管是追求别人 或是被别人追求 甚至还得躲过黑帮的追杀 上演各种好笑的情境 这么久以前的电影 还让人笑得这么开心 这真的是我看过最gay的电影 当玛丽莲梦露趴在男主角身上 她竟然还说得出 我对女性性冷感这种话 真的不是巧合吧 然后我看了赎罪风暴的试片 这是一部即将在台湾上映的伊朗电影 在去年玛丽影展拿下观众票选奖 我其实蛮意外的 我虽然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 但绝对不是有太多观众缘的电影 因为除了故事比较沉重之外 故事步调很缓慢 剧情叙述 一个独自抚养听障女儿的单亲母亲 过着辛苦的生活 有一天她被告知 之前被判处死刑的先生 其实是无罪冤死的 而这之后 一个自称雷萨的陌生人 主动上门说要给她钱 她的生活因此开始出现了变化 电影用死刑冤死的受害者 家属的视角 来看待伊朗过度滥用 甚至已经变成国家杀戮的死刑制度 电影并没有那种 小人物杠上国家机器 和激烈愤恨的情节 反而用非常日常的方式 开出这位母亲不屈不挠的任性 剧情不只是放大了 早有问题的伊朗死刑制 更拍出了在传统伊朗父权社会里面 那种鄙视单亲母亲和女性的风气 故事中间有一段意外的转折 但电影不刻意戏剧化 所有的情节都平淡的处理 缓慢的叙事是需要一些耐性的 但如果沉得住气观赏的话 我觉得其实会很有收获 然后我看了《沼泽谋杀案》 这是一部旋梨推理电影 关于在沼泽里面发现一个男性尸体之后 警探抽丝剥茧 想要找到凶手 还有侦破凶手的犯案手法 完全不是这样 这个中文片名真的超级误导观众 这部电影的原文片名直翻的话 其实叫做《小龙虾唱歌的地方》 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爱情成长电影 电影中出现的男性尸体 只是故事的开端 剧情完全不是琢磨在凶杀命案上面 而是琢磨在一位被大家称作沼泽女孩的人 她从小独自一个人住在沼泽 喜欢亲近大自然 却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 因此成为整个小镇排挤的对象 电影呈现了这个成长背景特别的女孩 在沼泽生长的过程 我觉得在情感处理上面有点过于表面 女主角和她遇到的两个男孩之间 没有太多火花 说服力不够 还有对一个常年生长在沼泽的女孩来说 这部电影的妆法有点让人出戏 女主角的皮肤实在太白了 妆容有点太整洁 但电影中有一种迷人的文学性和示意 还有许多大自然的美景和摄影 虽然缺点非常明显 但如果我说我完全没有被打动 那肯定是在骗人的 然后我看了乐透大作战的视片 一部即将在台湾上映的韩国喜剧 如果你想看这部电影 建议到人最多 场地最大的电影院 跟一群人一起看乐透大作战 真的会听到有人大笑到开始拍手 一个驻守在南北韩边界的南韩士兵 捡到一张重头奖的彩卷 没想到这个彩卷意外飞到北韩士兵的手上 两方的士兵 原本因为这张彩卷是谁的 出现纷争 但后来为了拿到钱而通力合作 于是南北韩的几位军人 就因为一张乐透而有了共同努力的目标 剧情峰回路转又缓缓相扣 编剧聪明地把不少一开始就安排的故事线 到最后全部串起来 演员夸张化的表演 浮夸 卡通化的风格 中后段剧情急转直下 结局真的很扯 但也很可爱 电影当然也有一堆不合理的地方 例如在北纬38度线 两韩严密监控的边界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地像是进出自己家门一样 这么简单地跨越国界 但电影本身就不是走一个写实路线 这样的逻辑谬误根本无伤大雅 真的很好笑 很舒压 喜欢喜剧片的朋友 上映之后可以去看看 然后我看了行动代号狼狩猎 这是一部韩国的动作科幻惊悚片 故事题材其实很有趣 一群韩国最危险的罪犯 被关进一个货柜船里面 要被送回监狱 但在航行的过程中 这群罪犯竟然逃出了自己的牢房 整艘船变成一个血腥的炼狱 但没想到这艘船里面其实还有更不可告人的恐怖秘密 这部电影是我今年看过最血腥最暴力的电影 这是这部电影最大的特色 但也是最大的问题 当一开始电影出现各种暴力的杀人画面的时候 其实很吓人 但是当这样大量的砍人 断肢的场面 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 到后来真的会让人麻木 当你把喷血当洒水一样 毫无节制的乱喷 喷到最后真的会让人无感 那些血腥和暴力到最后也变得毫无影响力 因为观众都已经对那些重口味的东西感到疲乏 花太多时间在搞这些无谓的暴力 却忘记把故事说好 太多人物之间的关联 以及事件的因果关系交代的不清不楚 人物塑造也很薄弱 我们观众根本就不知道这些角色到底在想什么 或动机是什么 当我对这些角色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时候 也根本不会去在乎这些角色到底陷入什么处境 两个小时真的感官疲乏 然后我看了和盼小日子的试片 一部即将上映的温馨日本小品 描述一个孤僻的更生人山田 入住一个偏僻的鲁蛇社区 社区里每个人都有着难以言说的秘密 或是不堪的过往 在不知不觉中 山田卸下了心房 这群人也逐渐的走入他的生活 并没有什么太戏剧化的剧情 只是描绘这群人平常的生活 这群被社会认定为鲁蛇的人 如何透过彼此的互动 开始有了心境上微妙的转变 他们不断问自己 自己为何而活 虽然没有人找到确切的答案 但在电影中一连串日常到不行的生活片段中 他们面对生命 以及生死的心态逐渐改变 因为那些孤独或潜藏的悲伤 也有了出口 电影中有很多可爱有趣的角色 也有让人会心一笑的幽默 对生死的体悟其实很让人动容 但我觉得 其实有些可以透过演员表演 和人物互动就可以传达的情绪 电影却透过对白直接讲明 有时候会失去电影那种 不用多研究有所体悟的暧昧感 有点过于直接 然后我看了《金法梦录》 这是一部Netflix的 关于玛丽莲梦录的虚构传记电影 所谓虚构传记 就是电影从真实存在的人物出发 却加入很多编导自己的想象 这部电影真的看完之后 心情很复杂 电影里有太多太多我喜欢 看的时候不断赞叹 又令人佩服的元素 华美的摄影 充满诗意的氛围 动人的音乐 勾勒出华莱坞这位传奇的女巨星 看似过着璀璨的生活 但实际上承受的各种痛苦 在每天承受各种压力底下 最后罹患忧郁症 因为用药过量而死 编导颠覆了一般传记电影的套路 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 主观的描写梦露的精神异常 但是现在看完电影 我还是不确定这个剧本 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力量 撑起这些元素 有时候感觉剧情在兜圈子 没有什么在推展 但有时候觉得这是编导刻意为之 我很佩服电影的野心和企图 但我到现在看完电影之后 还是不确定我到底喜不喜欢 或是有多喜欢这部作品 电影用非常露骨 很大胆 甚至对主角非常残忍的方式 在接近三个小时的片长里面 让玛丽莲梦露 随时处在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到底是为了描绘梦露不为人知的悲惨 还是又只是再剥削了一次 这个人物的悲惨生活 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答案 但有两件事情非常确定 第一个是片长真的太长 大可以浓缩在两个小时以内 第二个是Arna de Armas 饰演的玛丽莲梦露 真的太传神 是奥斯卡影后的等级 然后9月我最后看了 西区考课的1938年的贵妇失踪案 在西区考课的作品里面 这部相对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规模也比较小 但这个在西区考课生涯前期的作品 就展现了他制造悬疑和紧张感的功力 一个女子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老妇人 但在女子睡觉醒来之后 这个妇人却突然消失 奇怪的是火车上那些之前跟老妇人有互动过的人 也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妇人 可能是因为之前看过其他西区考课的作品 这部相较之下小屋见大屋 但西区考课依然能把这些剧情简单 场景也不多的故事说得很精彩 故事明快 中间也毫无冷场 不是我最爱的西区考课的电影 但依然很喜欢 那以上就是我9月看的电影 那你呢 你这个月看了哪些电影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说 9月你看到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stage 1